直播画面中 市长谢国良一大早到基隆火车站 向通勤民众问好也发送政策宣传笔记本 因此被媒体问到是否代表重新回到选战 正面迎战罢免的问题时 谢国良也表示对于这场选战还是有信心的 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 我们才刚上任第一年 那这个是在满一年的时候做的这个小册子 那从这个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我们又多了包括这个地下道的这个电缆地下化 以及七楼整坪 也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政绩 我们都会陆续的补上 那今天大家也都有看到有很多民众 也都有跟我们鼓励支持 那给我们打气 那我们也非常关心 非常感谢这些民众 那其实我想这就是个选举 那既然是个选举 我们就积极的把我们的论述 把我们的想法跟社会大众沟通 然后把这一场选战把它打好 跟各位报告 我对于这场选战我还是有信心的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 除了在机动火车站发送这本政策宣传笔记本之外 中午在七堵国小演艺厅举行七堵区 113年模范父亲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时 同样送给在场的所有贵宾 包括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张耿辉 曾宜芳以及陈明健等人都亲自参加 恭贺22位分别由七堵区个体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14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除了恭贺受表扬的代表之外 也强调会继续面对各项市政的挑战 把市政建设做得更好 很感谢我们所有爸爸们的辛苦辛劳 我一直都是坚持着我们的理论就是 爸爸跟妈妈是一样辛苦一样伟大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有人说妈妈比爸爸伟大 这一点我不能认同 我只能说爸爸跟妈妈 妈妈跟爸爸都是一样伟大 张云强处长对不对 好 他要赶快回应我一下 那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最近有更多面向的市政宣传 包括我自己也到了火车站的南站 发着我的小册子 跟大家宣导我们更多的市政 那也有很多市民朋友 给我们很多鼓励 给我们很多回响 在这边我也深深地一举功 谢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我们的爸爸们 还有各位的领长 那我想市政是延续的 我们还债还得久亿 所以事实上市府还有未来 有相当多的规划跟计划 来做更多的市政跟推动 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会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 我们会未来把我的基隆市政 把我们的基隆市政做得更好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正面乐观 面对基隆市政未来 所遇到的挑战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卫 也代表基隆市议会上台感谢 受表扬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要拿下这个奖 其实非常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人都 但无私的奉献 而且是今年很远 长期的付出给家庭 还有给社会 今天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我们应该拜托大家 给我们现场模范父亲 跟好人好事代表 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你们包含 这位都是父亲中的典范 包含我们谢市长 也是一个模范父亲 早上每天早上都会跟 这个女儿特别来这个 谈话一下 我们每一位 除了给儿女有很好的身教 言传 作为一位伟大的父亲 跟常常行善积德 和我们好人好事代表一样 担任志工 投入公益 乐善好事 每一位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好父亲 也是好邻居 我们每一位街坊邻居 都十分敬重 才会获得这个奖项的机会 那我想父亲是子女 最好的一个学习对象 我们有荣幸 也在爸爸阿公的教导之下 来为社会服务 因此我们知道 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有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努力 也培育出非常多优秀的子女 在继续为我们基隆 为我们社会来奉献 我们很多这个 有种的感激 在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等人 陪同下 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庆祝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报导 ジ変幻 隆报导